第四角 全球都可以 不管了 先放球在那裡 究竟等離子 這招也是被控制 這招也是被對方控制 但還是可以開到的 直接殺了一隻冥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跟大家介紹體驗服的 神聖伊 獅子座艾奧妮 這招是S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S也不錯 大家都知道 技能輸用得非常狠 S就不錯 但我覺得身為12攻的黃金聖鬥士 S又好像趕不過去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看他的技能 先看看 究極光速拳 對一名敵人單位造成120%的物理傷害 如果處於等離子核心狀態的時候 這招只能打等離子核心 等離子核心是什麼呢 其實是第三招 我們待會看看 這招是普攻 還有一招是第二招的 究極閃電光速拳 就是艾奧妮對一名敵人造成5段傷害 每段就60%的傷害 如果處於等離子核心狀態的時候 這招只能對等離子核心作為目標 釋放每段造成110% 其實如果放等離子核心的時候 那是可以打更高的傷害 如果在下面 如果還沒升到每段40% 等離子90% 第一招的光速拳沒什麼影響 一招都是100% 然後五招是120% 我們看看等離子 這個究極等離子的光速拳很有趣 我自己試過了 就是把球放出來 然後我們就不能再打其他敵方 只能打等離子 究極等離子 待會會試給大家看 看看他的描述吧 就是艾奧尼在戰場上 凝聚不穩定的 但是免疫控制的等離子核心 嘗試控制他 期間艾奧尼會免死免控 嘩 如果用了他的時候 我們這個角色會免死免控 對核心造成傷害後 額外行動會多一次 單次攻擊以真相形式 對核心造成傷害 三個回合後 核心受到幾方傷害多餘的敵方 艾奧尼會藉著核心釋放10度的電流 每度電流會產生160%的物理傷害 貫穿場上對核心造成傷害最高的一位敵人 目標死亡或離場 該剩餘的電流會貫穿上次攻擊次數的敵人目標 反之核心失去了控制 便會反射 艾奧尼600%的物理傷害 其實這個等離子挺有趣的 別人攻擊時會反射 如果失去了控制權的話 我們攻擊時會有控制權 很可愛 待會試試給大家看 接著是第四招的被動技 戰意4億 等離子核心爆發時 每段攻擊有90%會擊潰 並清除目標身上的免死效果 即是如果對面有阿典娜 放了復活的效果 應該是可以直接擊潰 看看它的基礎數值 基礎數值生命值是B非常低 物攻是S非常高 念攻和念防都是C的 不用看 物防也是低的 最重點是它的速度算是非常高 S 本身是417速 好 這隻神聖伊獅子座 我們就直接拿去做測試 我們正式開始了 首先拉線 接著我釋放究極等離子光速拳 給大家看看 這隻神聖伊獅子座是不使用能量的 好 它會放了球在中心 它會在獅子前面 接著我們就給一輝 給不給一輝好呢 我們給鬼鬼 這些就沒所謂了 亂打 好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次 哈哈 OK 這裡鳳凰一輝就隨便出一招吧 神聖伊獅子座 究極鳳翼天場 這裡變成雞 要是否變雞 其實也不用變雞 變雞一變雞 神聖伊獅子座 跟大家說過了 其實下一回合它可以直接變成鳳凰 如果我的樣子速度調得好 潘朵拉直接幫它補滿血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超強的輸出 大家看到等離子嗎 等離子波波 這裡就可以... 現在的控制拳是我們自己拿 可以打球 打的時候控制拳是屬於我們 接著我們可以打其他人 我們是不能打其他人的 只能打球而已 沒錯 所以沒辦法了 如果打了球 我們只能打球 好 這裡... 我們3回合後 球會爆 這裡要等3回合 這個究極鳳翼天場會不會打球呢 球好像也會扣血 我不是太看到 然後變成鳳凰 我們待會用天晚星看看可不可以 好 天晚星是可以按球來打的 對啦 可以射球的 那就免控了 但他沒有說過免控 但應該...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球免控 好 莫非... 這麼神奇 還是打不出的 那我們... 其實不用再打球了 其實不用再用能量 因為... 因為... 他純粹是要控制拳 你整條藍色之後 控制拳就是我們 好了 開了這招 打了對方 我自己也有反勢 但這招扣得不是真的很多 好 不知道是甚麼問題 甚麼緣故 扣得不是太多 好 再來 OK 我們再放一個救激鳳的天場吧 兩隻的神聖衣都在這裡 這招扣得不變鳳凰了 我想嘗試一下 免死免控的意思是怎樣 嘩 一下子衝過來 哇 立即變回... 立即變回一輝 又是鳳凰變回神聖衣一輝 被控制拳了 差不多死了 我們就... 邊邊之後開一個... 再來... 這個等妮子 究極等妮子 基本上扔都可以了 好了 純粹這次... 咦 扔一下他做甚麼 咦 現在是... 不死的 我們的獅子 這隻獅子是沒有死的 OK 嘩 對面看到是... 對面也打到我們的等妮子 我們試試看哪邊加多少 其實並不是問題的 我們打一拳 其實就回來了 當然你可以選擇用能量來打 爆擊 嘩 完全控制 我看見不太能控制 接著一輝繼續放究極鳳凜天牆 那個等妮子好像不太動 用究極鳳凜天牆 直接變鳳凰吧 好 又掉下來 是控制不了的 對啦 看到打開了這招之後 真的控制不了 我以為他本身會有免控效果 直接做個... 咦 但還是... 好像不太看見他 打到他頂頂 不知是否有免控效果 好了 又可以再打開一次 這裡扣... 真的不是太多 也不是的 差不多扣死了就相信 但拉線來說 是否... 感覺上不是那麼... 明顯 我以為可以直接爆死一隻 哦 加上鳳凰 一輝 當然啦 我的配陣 好 今次再放一隻潘朵拉 那又拉線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嘩 打開球給明皇 打開了挑釁 這招的 接著我們... 不如放波波呢 我看看能否免控 即是他那一刻的特殊技能 咦 18秒 好 等利子 不 打拳也可以 不管了 先把波波放在那裡 究竟等利子 接著... 貴貴不用想了 一定是練動力 沒有其他東西 接著先把全體攻擊放 我炸到對面 好了 那就... 我變身 等我變身吧 新生 用神聖一輝新生 對面那隻冥王 就吃了邪殺的印記了 好 打了兩下 打了三下的時候 四下 這裡我們補一補鳳凰 浸雲曲 那就繼續打了 好 仍然是不停地打 我們就拗一拗屎狼 看看能否拗到多少 嘩... 嘩...一下子搞定 一下子差不多搞定 冥王 這裡我們差不多要控制等利子 波波 好 打個球 打個球 因為打了球之後 其實我們沒有其他目標給我們打 所以... 只能打個球 OK 好 鳳凰不斷地輸出 大家看到非常瘋狂 好 繼續輸出 海王應該... 咦 海王打死了鳳凰了 變成普通形態 好 那就... 其實我覺得配上這個邪殺 這個... 配上這個邪殺 我覺得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 我們用這個... 我們用這個神聖衣 獅子座可以配上邪殺 真的不錯 因為他本身已經有免控 我們用獅子座玩的時候 然後呢 一放球的時候 就不太怕... 我們借邪殺亂地打 好 來吧 究極光速拳 咦 還是會... 這招也是被控制了 這招也是被對方控制了 但還是能打開的 好 直接殺了冥王 嘩 非常好用 因為免控免死 如果人家想殺你 但你不能殺 如果你放錯那個球 即是第三招技能 還要不用能量 我覺得這招是極度瘋狂的 好 大家只需要放了之後 其實你也沒什麼可以做了 只能不斷攻擊球 好了 瞄了對面 這裡我們補一隻鳳凰吧 非常好 接著這裡 我們的邪殺應該可以瞄到對面了 啊 不是啊 把自己鎖掉了 哈哈 好了 這裡我們不再放球了 直接做究極閃電光速拳 但是扣對方的血量算是非常不錯的 OK 我們今天的測試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什麼測試的話 可以留言問我 或者關於這隻新的角色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問我吧 我盡量解答大家吧 再試試的時候 好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啦 掰掰